这个实际上是针对于自己有投资房 那么如果之前投资房的这个收益上面有亏损的话 那么您可以跟自己其他收入相抵消 那么这个policy是说你不再可以相抵消了 这个怎么讲呢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webboard 假设说您平时有一些其他的收入 比如说生意上还有工资等等 你可能有10万块钱的收入 然后呢你的投资房有一些的这个总的利润或者亏损 那么假设说你一年的这个其他收入是10万 然后呢亏损是1万5 因为你有很多的这个其他的支出 比如说利息啦或者一些大的维修啊等等 那么很可能就会有这个亏损 那么在目前的政策来讲的话呢 你实际上只是需要付8万5的这个税收 按照8万5的这个收入来交税 但是呢在现在政策下面啊 所谓的reinfancing就是说如果你有loss你有亏损的话 他就把它fence起来了 也就是说呀 他就不允许我们跟他相抵消了 那么这个loss呢就会一直stay在这个entity里面 一般都是LTC的公司 Lux的公司 然后呢你照样交10万块钱的税 所以呢对很多人来说 本来呢可以有30%的这个 1万5的这个loss退回来 但是现在呢就不可以了 那么现在这个政策呢 其实还在初稿阶段 还没有正式生效 但是不管它什么时候生效 都要在今年的2019年4月1号呢 正式执行 那么现在是什么时候 还有可能20天左右 所以说呢这个政策马上对我们就会有影响 那么在这里声明一下 这个政策呢是只有对这个 普通的这个投资房 而不是对这个commercial的property 这种商业物业有影响 主要是residential的 然后呢我在这个视频里面呢 我要再声明一下 我呢自己不是charter accountant 我今天给大家讲的呢 就是关于finance方面你要注意的地方 等一下我说为什么是这样 然后所以建议您呢 这个进一步的了解呢 可以自己去跟您的自己的会计去聊一下 对你到底有什么影响 你该接下来怎么做 好吗 那么现在呢我就带大家呢 到我的电脑上一下 然后我用一个实际的案例 来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最终对你的影响到底是怎么样的 这样的话更容易理解 好吗 好的 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 那么这里面呢 我假设是一对夫妻 那么他们两个收入分别是税前 9万和8万 平时的时候呢 他们按照把自己的这个收入 来付PAYE按照9万和8万 他们呢同时有两套投资房 我们就把它叫成一和二和了 一个投资房是580一周 另外一个就是690一周 那么他们一年的租金也放在这 然后呢他们会有一些跟这个property有关的一些支出 那么最大一块呢就是利息 就是3万多 因为他们贷款差不多都要70多万 所以这是3万多的利息 那么表面上看来呢 如果我们只是看这个租金和利息来讲的话呢 一个租金是能够cover的 比如说这个 还有一个租金是不能够cover的 那么但是呢 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property 表面上能cover 但是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费用 比如说 他还有保险930一年 然后呢 他还有这个投资房的这个管理的这个经理的费用 那么这有8% 然后还有一些地税呀 水费等等 最后他这一年呢 这个维修了几次 那么花了大概490多块钱 那么这样下来 如果我们看的话 这个房子实际上这一年的支出啊 是38000 那么但是他的租金只有36000 所以呢 他有个亏损2300 那么第一个房子呢 那么他的贷款也多一点 然后其他的支出也相应的更多一点 所以说呢 这个房子产生的亏损呢 是12000 那么这两个亏损加起来 他一共的投资房的亏损 是14827 那还有一些呢 就是说做账的费用 还有银行的费用 这些跟哪个投资房是没有关系 就是整体的这么一个费用 那么这边呢 还有2700多一个消费 所以呢 从整体的这个profolio来看的话 他整个这两个房子 这一年亏损了17000 那么在现在的入来讲的话呢 在没有这个Lost Ring Fencing 这个入推出的这个之前呢 这个客人如果他的结构设计的是对的话呢 那么他在会计做完账之后呢 他可以向IRD 这个要回来一些Refund 这个Refund是根据他们的Text Code来 那么因为这两个人 他们的收入的这个比较高 所以他们Text Code都在33% 也就是说 其实他没有亏损那么多 他还能退回来5800多块钱 也就是他实际只有Lost 11000 那么在新的入下面是说 以后呢 这个Lost 17000 已经不能再跟你其他的收入相抵消了 你可以跟你的Property的收入相抵消 比如说之后你把一个投资房卖了 你需要交这个资本所得税 Capital跟Text的话呢 那么你可以跟这个那个收入收益呢 可以跟这个Lost相抵消 但是它是不可以再跟你Property以外的其他的收入有关 那么现在这个政策毕竟还没有最终的Pass 应该也是很快了 那么目前来讲是说Property方面的利润是可以相抵消 但是除此以外所有其他的生意类啊 工资啊等等都不可以相抵消了 所以每年等于说丢掉了这5800多块钱 对于有些家庭来讲的话 如果没有这个5800多块钱的Refund 有可能带来一些现金流的危机 所以说这个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我在这个里面提及 我不是一个会计 但是我在这里因为涉及到一个Cashflow的问题 也就是说涉及到你还款的一个能力的问题 尤其是当利息增加的时候 那么这个值呢会很增很大 你的这个投资房的租金呢 不会随着这个利息的增长而增长那么快 毕竟大家的收入是有限的 你的房客一下子不能涨好几十块 那么这个现金流的这个Gap就会越来越大 这也是为什么在金融危机的那一两年呢 08-09年有很多的房子要Mortgage Sell 因为呢这个屋主不再能够承受这个中间的这个要垫进去的钱 所以说呢现在的话 如果这个入真的实施的话 会对很多人的现金流会产生这样的影响 好了在刚才的这个case study里面呢 我们用这个example去说明 其实呢最终的这个影响呢 就是说你的现金流 这是为什么我这么强调这个事情 而不是今天谈一些其他的一些新的政策 因为这个现金流啊这是至关重要 对你的贷款的还款能力 所以说呢这个一定要引起大家的重视 你可以去看一下去年你的会计给你做的财报 看你到底退回来多少这个现金 从这个你的投资房这个亏损上面 那么你要有一个计划 怎么样把这个现金流能够从别的地方能够找回来 否则的话呢到时候可能会对你的贷款会有一些影响 那么接下来呢我是建议大家呢 一定要去早点找你的会计去有这么一个会议 然后呢看一下对你自己本身的这个这个影响到底是什么 然后呢 然后有一个方案 就是说怎么样能够减少这个方面的一个影响 那么从贷款结构上来讲呢 这也是小语信贷比较擅长的一方面 如果你觉得这个对你影响很大 然后呢你又不是很容易从这个房客这边 这个因为这个租金增长来把这一部分恢复 或者说其他的这个方面的渠道的话呢 请您呢尽快联系我们 我们呢有不同的这个方法 有可能帮助你到时候减少这个风险 所以说今天我就是想告诉大家有这么个事 然后呢早点开始planning 还有呢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些投资房上面的这个维修维护工作呢 也尽快在这个3月31号之前做完 因为在这之后呢 即使你有额外的这些花销呢 也不能够相和你这个其他收入相抵下了 所以说呢能做呢就在3月31号之前去把它做完 我希望这个小视频呢对您有所帮助 如果有进一步问题呢欢迎您联系我们 也欢迎您订阅我们的这个小宇频道的公众号 还有我们的YouTube频道 好的今天就到这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